20岁河南人高中一夜 大家好 我叫胡舒心 我感觉自己是一株带刺的茉莉花 我是一个向往自由的人 喜欢追逐尝试新鲜刺激的事物 勇于挑战 今天带着感恩的心 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希望能够寻求到一份 市场营销总监助理行政或销售类工作 谢谢大家 戴刺的茉莉花 对 头一次听见 因为大家都管我叫莉莉 哪个莉啊 一个茉莉花的莉 一个是锋利的莉 为什么叫戴刺的茉莉花 因为可能也是过早的出来社会吧 然后的话想用刺来保护自己 很早就出来混社会了 对 你不才20岁吗 对高中毕业就出 等于说高中没有毕业就等于出来了 为什么不毕业 当时的话是家里边的情况吧 然后再有一个的话 就是也是自己当时觉得学习成绩不是特别的理想 那么到现在也已经有多少年了 进入社会 大概出来社会有个三年多吧 三年多你也有时间去考个大专或者干嘛 对对对是 因为的话去年的时候报了HR 然后人力资源 然后这方面的一个考试 这些年没有少应这个文凭的问题碰壁吧 对刚不上学大概有个一个礼拜半个月 然后就来北京了 刚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在餐厅做服务员 后来从那个就是那边不干了 因为我当时是觉得做服务员的话 我可能这一辈子 我最多也就是混到一个就餐厅主管 然后我觉得这个不是我想要的 然后的话就从那边离职 然后就去做美容 因为工资少嘛 然后也没有钱租好房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当时就只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就是我每天早上起来 我一定是打开窗帘能够看到太阳 看到太阳 对 就是只希望住的房子能够见到阳光 对 所以你的地下室的日子维持了大概多久 大概是将近一年 一年 对 达半年 将近快一年了 还能记得起搬离地下室的那一天吗 记得 我觉得终于告别这个地下室了 再也不要回到这个地方 对 对 当胡书欣在讲他北漂经历之后 其实我有一些感慨 我因为说实在未来 可能我们很多的情绪主持 不一定非要在北京 因为北京虽然机会大 但现在中国的二三层城市 先发现也非常快 也会给我们未来的求救 创业很多的机会 但在北漂一定会可能更艰苦 因为他整个生活成本特别高 据我所知 目前台上有一位老板 跟你的这个学历是一样的 我大学没毕业算吗 对 你就是高中毕业 虽然大学没有毕业 依然不妨碍你今天成功地坐在这里 是的 我觉得学历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当你真正地走出来 你会发现 其实就是你的能力和技能的问题 我到现在我觉得 我没有一个大学文凭 但我现在依然能管理着上万人 这跟学历真的没关系 跟你愿不愿意去学习 有很大关系 就是这样 行帅底部的因为你个人的经历 你今天很成功 你就说上大学 这个不是一件很关键的事 这个一定比较 按照统计规律的话 只有高中学历的人 和有大专以上的学历的 在中国比的话 工资是相差2.5倍 在美国的话 高中毕业的人和 硕是比的话是6倍 所以你个人的经历 你成功了对吧 但是这一定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 极小概率事件 以前也经常有人提到 还提到什么比尔盖茨也没有大学毕业 他也是大学一业 出来创业也很成功 也是世界首富 不然你不能以别人没有大学毕业就成功了 你用这个去 而且比尔盖茨那年高考人是全美第一 对 那是不成立的 我觉得要完成 我觉得基础的大学教育是必备的 读书 我来给李李说一个 来一个现身说法吧 我16岁我就没上学了 初中毕业 然后我是在那三年 就是去罐头厂啊 池厂这样子做了三年 我觉得那会儿我的心情跟你头两年的心情 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你知道吗 因为所有的同学都在上学 然后我当时的想法就是 我觉得我应该去流浪 我应该像三毛一样的 但是后来我来北京上学了 其实我上学的时候是二十岁上大学 然后我毕业之后 就到今天这个年纪 对 就你今天的这个年龄 但是上完三年学之后 然后我去做了西门纸UPS店员 六年都是销售冠军 然后2003年才创业 所以你其实是刚刚开始 对 一个好的时代 现在真真正正地说是想提升自己了 只是以前说自己没有那个金钱 然后以及没有那个时间来学习 然后现在的话 可能时间会比以前充裕一点 然后也有钱 然后来进行一个学习 你今天面试的是什么岗位 就是市场营销总监助理 然后或者说是行政以及销售类的吧 你要求薪资多少 从零开始嘛 然后大概就五千家 我觉得太高了 你连敲门砖都没有 进去学一门技能 今天有人带你走 给你一个工作机会 就是给你 就不错了 对 就很不错了 四千家怎么样 四千家的话也能接受 走出地下室不容易 要抓住机遇 好 来 第一轮选 这区活力 还有九盏灯 天生我有才 因为您做的是销售演四啊 就是说演十一色啊 可以啊 可以把某个产品 来 卖伊贝斯 可以啊 因为我们正常的话 我们是做专业线的 像伊贝斯的话 它可能做的是日化线 但是说这方面的话 我也是会了解一点 最擅长的 卖行户 对 我有一个连锁的美容院 是吧 但是我过去不是用了伊贝斯 用了别的产品 你怎么把它卖给我 大哥 大哥是这样的 咱们店现在在用什么产品 给客户做护理 A品牌 B品牌 但是没用伊贝斯 是这样的 就是说 你现在店里的这个品牌 这个效果 其实在市场上来说 其实是挺好的 但是说它做的防晒的话 可能会差一点 我们做的是伊贝斯 然后专门做防晒的 相对来说是更加针对性的 如果说你 稍微等一下下 我觉得这个 这个问题不要 我们继续考下去了 为什么 我刚才已经把我的角色 设定是一个老板 老板跟顾客 就2B类的用户 和2C类的用户 是完全不同的 2B类的用户老板 他除了关心产品的功能之外 他还关心其他的很多东西 比如说 你给我的售后服务 价格 是吧 什么时候结款等等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所以这是 接下来你要去学习的 第一的话 产品的话 产品的话 它价格 价格的话 它是一方面 第二的话 产品对于真正顾客 它需要的 对 就这两方面我觉得 你已经听得很明白了 很粗浅的销售 没错 其实莉莉是这样子 它只是你的一个销售渠道 没错 它不是你的使用客户 是这个要有一个转变 你得搞清楚 但它可能要做大客户 做这种2B的企业 可能还是 因为没错过吧 需要一个培训过程 对 莉莉 这道题 这道题其实挺减分的 把你的销售技能的薄弱等等 都暴露了 最重要的上来就哥哥 大哥 在职场上 我不管你是不是销售 还是普通的事务性工作人员 一定不能称呼哥哥姐姐 如果你知道官称 称呼官称 什么都不知道了 韩先生也是可以 也是合适的 这个不是职场的这个规范行为 当时的话自己可能真的是 没有做够充分的准备 才有一个 因为以前针对的一个中端客户 群体比较多 相对于直接针对于老板的话 我可能会接触的 会不是特别多 就可能在销售那方面的时候 表现的确是差劲了很多 可能目前呢 你适合做一般的销售 营销可能你还不行 包括你现在去学这个HR 按照你目前的这个学历水平呢 去学HR可能到公司里头也很难 其实在莉莉的心里 她还是相对比较传统的一个女孩 另外一个呢 刚才你多次提到 早上起来 希望阳光照进来 照在身上 同时我也希望阳光能照在你心里 然后拔掉 自己拔掉身上的刺 这社会上 我觉得可能 你先要学会跟别人相容 然后去学习各种知识 学习各种技能 你才能给自己更多的机会 好吗 来 第二轮选择 还有四等的 提供此备的黄志明 一个是在北京的 我们西木智能家居智能所 事业部人员招商商盟专员 第二你可以到我们做那个店长助理 好的 来 徐昭 189年在北京总部我们有一个行政助理 处理一些这个公司里面一些比较简单的业务 好的 谢谢 红梅 我给到你的是一个这个媒介助理的职位 可以给你一个边学习边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么我相信两到三年之后 你会脱胎换骨 好的 谢谢 谢谢 张阳 我们一桃集团旗下的一个新品牌 叫麻辣面对面 招商加盟事业部的一个运营专员 利点在北京 好的 谢谢 谢谢 其实胡淑欣还是有一个优点 就是很早闯荡社会 他身上没有那种油气 很泼的感觉 他没有 时至今日谈起当初的地下室的那些生活 你还看得到他身上的那种声色 那种青涩感 其实这四个灯当中 其实我觉得红梅那个工作 对于你来说挑战很大 他所指的脱胎换骨 我认为如果你认真去做 真的能够做到 跟媒体打交道 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而且一定需要知识的累积 才能够达到这样的门槛 是的 你自己先考虑一下 好吧 来 十秒 谢谢你 有请黄金敏 月红梅 谈钱不上感情 来 请揭晓 四千 对这样的心处还满意吧 满意 可以问一个问题 我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以及因为我去了之后 是就是一个学习的一个方向 我这边呢 会给到你专业的这个 专业知识的培训 同时呢 我会给你专门的这个市场人员 来带你一步一步地去教你怎么做 亲手带你 好的 谢谢 我们最近在北京马上开了有十几个店 也可以说要做得好 可以做整个国美的对接和管理这一块 上升是零售那个终端的管理专员 好的 谢谢 好 再思考十秒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云湖 西木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云湖 是吧 如果说能够在这个公司好好发展的话 我希望能够好好提升自己 然后在这个公司 学习到更多的知识 虽然说经验不够吧 但是我觉得要努力一把 去年轻社区的工作室 穿